哈喽,大家好,这就是周末来了 我们现在又到了法拉盛图书馆的真相展板前 我们先看看这些展板 人来人往的这个长长的展板呢 展示了很多人们先为人知的一些真相 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小粉红看到这些展板之后 就能对它起到一个很好的清洗它毒素的作用 您说是吗先生,您怎么称呼 我姓邱 那你也是在这里为这个展板呢 天天每个周末来展示做出一些工作和服务 那大热天的现在也很热 出了一趟浮身就是汗 那你为什么,我还知道 因为冬天咱们这里也都是坚持 因为我虽然有的时候不来 但是我在网上一直在关注的 包括这个有什么 包括小粉红来捣乱的我都关注 我那视频也发表过 包括对法轮功的资料的骚扰 我也发表过 因为这个都要咱们 就是要给这些小粉红五毛曝光嘛 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谈一下呢 那您坚持做这件事情 您是怎么想的呢 风里来雨里去的,还来熟往的 实际上这个尽一个责任吧 就是中国人被蒙蔽多年 没有正确的一个这个视野 说句实在话就是中国人太辛苦 太辛苦 在国内被割韭菜 被下毒 就是不能当做人啊 奴隶都不算 就算就跟那个叫什么 张宁说说的好 中国人现在就不是 都不配称为上奴隶 比奴隶都还糟糕 奴隶主作为自身利益的考虑的话 都应该善待奴隶 但是中国人太辛苦 太辛苦 对于真相知道的太少 这方面尽个责任 您的意思说 在中国人现在处境 连奴隶主治下的那些奴隶都不如 对啊 这个是张宁的观点 我是非常赞同的 这一点的话 我也就是查过一些史料哈 我也看到了 就包括孙秋战国赛访前以前呢 那个咱们称为是奴隶制 但是我这确实查了很多资料啊 那里显示啊 那奴隶 当时的所谓的奴隶 就跟咱们现在正常打工一样 在美国一样的 他叫奴隶不错 那个叫奴隶主义 是咱们给他命名的 但是人家是有自由的 我给你打工有时间的 到底我也是下班 然后一个那个有一个史料吧 就描绘一个小姑娘 然后呢 他给奴隶主干完活之后啊 他就到点子下班嘛 高兴的就是边走边唱 然后在河边哈 就往家走 就是诗经啊 这诗经就有这么一段描绘 你可能也知道 因为咱们好多都看过诗经哈 就是说呢 确实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奴隶啊 确实是 不是说像工党宣传的那种哈 而恰恰现在呢 像你刚才也揭示的哈 曝光的说这些 现在的中国人 连那时候奴隶都不如 是真正的奴隶 甚至连真所谓的奴隶都不如哈 那么呢 您是这个观点 那您能进一步阐述一下 您为什么是这个观点吗 您有什么理论根据吗 或者您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们怎么说 学识比较少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这些知识 只能说凭常识性东西来说说话 常识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纳税人 政府或者是国家 应该赋予我们所必要的福利 比如说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养老 但是这些在中国一毛钱都没有 你可以说就是说我现在在中国 我可能有20多年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话 我就不敢保证到65岁以后 能够拿到保险 可能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现在贪官这么多 贪污腐败这么厉害 你看红日之会啊 或者是什么福利彩票 这些挖人矿 是吧 侵占老百姓的利益 事情太多 太多 无处不谈了 现在这些话一点真是不为过 特别是老百姓 如果就真要是遇到一场大病 哈 那你的所有的机器 别说你这些什么 这个什么养老啊 那个那个什么保险呢 你连可能整个的医生的积蓄 可能都富之东流了大水漂了 对啊 说说个例子就是我妈在当地 呃 脚痛去看病 原来给他们说过的这个例子 那医生一看就是 来个病人吗 我给你检查 这个抽血化验 招了一个时光 查了以后 不说原因 就说你这个需要住院治疗 大概住了至少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或者是十天的时候 医生来给我妈说 这个你这个脚啊 是鸡眼花了两千块钱 住院几天花两千块钱 就就是这么这么一个社会 鸡眼那民间医生我可真是看得过 往那是街头往那摆摊 那一坐 一两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鸡眼嘛一挑或者是贴块 贴块膏药就就好的东西 医生他就小病大治 这个是很在中国很很普遍的情况 就是忽悠老百姓割老百姓嘛 没有真正没有权力 你说的鸡眼我亲眼看到的哈 就是把你那个长鸡眼的地方吧 四周他用刀 反正他也给你麻麻醉了 然后用刀呢稍微切一圈 然后拿捏的一捏刺 那根很长啊 根差不多这么长 就整个滴了出去了 然后呢鸡眼就好了 就这么容易 像你说的明明这么简单 收个十块八块也就不错了 他现在给你们要那么多钱 住院啊一个鸡眼住院啊 这个就就是社会 这个社会没没办法 还有就是说政府把老百姓呢 比这个机器比这个韭菜都都还不如 就机器嘛你还要保养嘛 还要维修啊 这个老百姓搁了就搁了扔就扔了 你烂了死了坏了 老百姓真的可怜 中国老百姓真的可怜 那么邱先生我们都知道这几天呢 孟加拉变天啊 整个民众只上街好多天 最后警察拒绝镇压 然后政府呢 向民众倾斜 同意给老百姓95%的 你这个去当公园的机会 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些 公安换子弟呢 只给他5%的这个位置哈 这个自动比例 还有呢 那个其他国家啊 也都陆陆续续有一些动作哈 刚才你说的韦德里扎哈 也有一些动作 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呢 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 我们也都知道 委内瑞拉也好 孟加拉也好啊 原来被中共渗透都很厉害 可以说是中共的一个小兄弟 那么现在来看 你说他 他们的变化 将对中国 对中共的政权 将有哪些的影响呢 能不能分析一下 周边国家的民主社会 都不是用和平来解决的 都是人民自己争取的 比如像韩国的光州事件 台湾也有黄翁 黄文雄 黄文雄 这些 的确这个孟加拉也是给我们 带了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但愿我们能够给予 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 一些启示 权力是自己争取的 而不是说 统治结局拱手 账给的人 也就是说 您分析的呢 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呢 多数是爱好和平的 不喜欢暴力和争斗 但是我们发现 有些时候 你用那些温柔的方式呢 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好像是这样哈 就像刚才说孟加拉 你的学生要不起了这个造反哈 政府他不会听你的哈 他不会妥协的 那邱先生哈 像今天这些展板呢 我看有好几十块呀 这个要想制造出来的这些展板呢 首先要花很多的功夫 特别是呢 用每天搬来搬去的哈 这个确实是要很多的人力物力的 我们实际上 我们在搬这些东西的 像傅权 我们在这些大家的这个 共同努力下 在搬这些东西 就是自愿 然后啊 义务 你也知道每个人在 在这边的话 能够休息一天 也是挺舒服切忆的事情 但是出来摆摆展板呢 也是出于一个责任 真的过来搬这个东西的 都是一个责任 我可能这些责任 微乎其微或者是毫无用处 但是能够救一个 能够醒一个算一个 那就对 对啊 如果是有的人呢 可以利用休息的星期天呢 周末的时间呢 出去干点活 两三百美元也能挣到 就是像来这里的人 起码我这个放弃了这个 周末挣钱的机会 又吃了这么多苦 真是不容易 对啊 对啊 就是说 也是 也是 就是 对 说句实话 就是以前 特别是相信 在国内 特别是相信 共产党 相信政府 认为他就是 真的是带领 穷苦 老百姓 规范了所谓的三座大山 然后建立了新中国 带给人民 幸福的日子 但是这个 对比以后你才知道 并不是像这样说的 在中国老百姓 没有 没有医疗 没有教育 没有养老 他是很糟糕的 最后发现 上当受骗了 对啊 上当受骗 而且就是说 人一旦觉得你自己 上当受骗的话 那你就会 人都会出于很愤怒 所以说很多 包括像 很多人 像就是 骗了一辈子 到头来清醒 他是非常愤怒 而且是非常痛恨 为什么有骗子 在中国横行八道 用这个鲁迅化的话 来说就是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就是这么多骗子 横行八道几十年了 居然没有反抗的 这个才是 真正痛恨的 真正痛恨的事情 所以说 自己尽个义务 能够 醒一个人 唤醒一个人 是一个人 让这个 中国人民 能够有一些自己的 争取权利的机会 就这样 对啊 有些中国人 确实是 被洗脑了很多年 现在还一直沉睡在 共产党 给他们编织的中国梦中 就是不行 你怎么这样也不行 中国四十年之后 搞的这些 搞的这些运动 仅仅不止仅仅 这二十几个运动 那四五百个运动 都有了 每次运动都针对 中国老百姓 真是这样的 就是人整人的 这么一个一种制度 他用这儿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我们的我们的意思 意见就是 中国共产党 结束独裁统治 把民主还给人民 好 谢谢大家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慈悲 就是说神佛是一家的 大家关注一下 季孝隆 他是基督徒 他在上海疫情之间 未媒情感 未媒情感 是被中共 关押到自己 没有信息 他是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要慈悲 越要有 就是说 不要被共产党 就是说 共产党最喜欢我们搞 就是说 不团结 共产党最怕我们团结 法轮功信仰佛家的 那么基督徒的信仰神的 我们其实是 终点是一致的 我们所争取的人权 是大家的人权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大家慈悲 大家一定要认清 中共撒旦是个魔鬼 因为你们不要幻想 谁上台 没用的 谁上台 这中共不垮台 谁上台都没用 哈喽先生 你看完这砧板之后 有什么感想呢 能说点句吗 哈喽小伙子 小伙子 看完砧板有什么感想 能说点句吗 不敢说 从从而过 这样的人很多 了解了解 像这些运动 你可能当时还小 有些人也没有经历过 但听说过哈 没听 听也没听说过 哦 那看一看 那个了解了解也挺好的 据我知道呢 这些都是真实的 因为包括中国大陆的教科书 有些时候都写了 就是一些事件的 只是他没有写到这么多的内幕 他点到为主 有些事件 有些事没有经历过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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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历史书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哈 但是历史书可能提到过一些 是吧 但是没有提到这么多深层的内幕 这个是吧 是 那你之前看了这个你的感想如何呢 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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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看完 没事 先看 看完再说 这些事件 这些是行的和很多的其他内容的展板 这是声渊许娜的 这是声渊和方美的 这些我们都在网络上经常看到 介绍他们的情况 这是体内女你在哪里 所以 你要求人在哪里 这是藏族的 上一桌马 这很恐怖啊 对呀对呀 那你说 深究这个原因 他不是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是中共的责任 是毛泽东上早 对呀毛泽东干的事 责任在毛泽东 然后他说三年自然灾害 他不就糊弄老百姓吗 像你呢 说认真来看一看了 这是很难得 也回去跟周围的伙伴 讲一讲 这些事情的真相 爸妈喜欢谈这些东西 啊 我爸妈喜欢谈这些东西 哦 所以对你 他们对历史很感兴趣 啊 对你有一定的 我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 在大学读的是中国历史 那他肯定知道这些的真实情况 其实他敢说不管说 说多少而已 我们敢说 我们台湾人的 哈哈 那你那你更不用怕了 台湾人哪有害怕的呀 因为你也不是说回大陆 我要办什么签证 他不得办 他瞎我脖子 没有那个问题了 这个东西吧 得有人站出来说自己的事 要不然吧 人们都以为共产党是什么人民的公主呢 怎么怎么对于人的好 什么中国绝体呢 是不是是不是 其实事实是什么样 这里告诉大家了对吧 你自己看 你同学中华人朋友多不多 多 在美国深的 像我一样 我也在美国深的 那还好 特别是中国大陆出的那些人 有的是中国很深了 嗯 你跟他讲呢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真相 而且有的呢 他不一定看 他连看他都不看 都有的 嗯 他们很多没有机会学 嗯嗯 没有机会去认识到这些东西 嗯嗯 对 那你们是什么 这个 团体呢 就是 正义人士了 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都干错了 因为他 并不是说 局限在某一个 简单的身体检查 然后 过了几个小时 这小女生就死掉了 然后发现他那个 他的某个就没了 被偷了 然后他那个省政府 不去查 你有听说吗 就刚刚发生的 是我这个看到过 而且之前还有 已经曝光出来 就好几块了 这根本 嚣张 那你 你觉得李克强是怎么死的 李克强呢 搞死了吗 还是就是 你要让我 你要让我确实地说呢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分的说 他就怎么死的 但是呢 从一些传出来 各方面的资讯分析 那肯定是 不是自然死的 本来 我觉得是自然死的 我这里边都发过他的知识评 就是他被弄死的之前吧 几个月 他去敦煌莫高峰 对 他去敦煌莫高峰 那个时候 别看他六十多岁了 在敦煌访问的时候 他像小虎儿一样的 精力非常充沛 那些小虎儿也非常轻松 我这里都是 没有 他那时候已经掉了很多头发了 但是走路还是很轻松的 就是说他平均至于马上就死掉 起码不是自己的 有些人的心脏病是很突然的 他在那里面 那个游泳 然后突然就有心脏病 那个 这个 我觉得 因为把他弄死 就有非常 不好的这种会 上一诗 在习近平 那边把这个 他持有别人 觉得习近平是把他倒死的话 那对习近平的面子来看 对他 对他 对他不好 但是吧 这里面有个啥问题呢 就是你可能对共产党 他的那种 邪恶的程度 了解的不是很多 这个要让我来看哈 虽然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但我认为他能有一点重重 确实有点重重 在中国大陆 类似的事件 包括其他方面 披露出这些消息看呢 那在被关押的时候 还有喝水死呢 人死了 然后家人找人没有了 那清刚去哪里吃 那也都难说 那你说喝水 江中死了 然后还有捉猫末死 你可能也听说过 那给你随便拿个名 不用太细编 也不用编的那么天一无缝 找个名就给你安上了 你说你怎么办 你跟谁说的 你只要听天明 只要地理明 你到那去上访去 马上给你抓起来 你下次还来 给你送精神病院去 这你听说过吧 我认识的还有广东的一个朋友也是 是个律师啊 被抓进两次精神病院 我这里有他的视频 哎呦 他就讲了 因为他吧 他是正义的律师 他遇到一些事吧 都总想说两句 而且他有这个频道 然后我也采访过他 所以第一次给抓进过一段时间 然后威胁他 然后呢 后来因为过一段时间 他可能也就不敢说话了 然后呢 然后那个 又过一段时间 他逐渐逐渐的又敢说话 又到他家威胁 跟他妈威胁 你想让你儿子害去精神病院吗 就跟他妈明说 就说明了这个 他没有精神病 就用这种办法 整老百姓 那你就想一想 现在共产党 他不是说他们刻意要演示啥了 他都几乎是不用怎么演示了 赤裸裸的吧 就到了这种程度 就当你面子去搞了 你看我身上 在腿 在腿 你不在腿 我们在腿 你怎么觉得 你可能就像一个 我 会 你 原来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好